XX%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正知道的 今天就是阿米來代辦 最近最熱的一起 而且仍然來看的是熱血沸騰的新聞 就是馬桑拉迪的惡報惡紹 居然因為車撞車的糾紛 人家屎主都沒人負責了 近年三个人里面 两个人分别插住这个车主 另外一个用球棒 问客人的头部 这件事发生之后 很多人要问的是 警方办案的态度 警方办案 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还是因为媒体 针对这一起事件 引发社会大众轩然大波之后 警方才快来补破网 而事发当时 台中市长卢秀燕参加的是 中二选区严宽衡的 宣布参选的一个记者会 一开始还对这个新闻无感 这是台中市发生的事情 卢秀燕自称自己是 妈妈好市长 发生这样的事情 却这个事后才知觉到 这件事情大条 还站出来 这是不是也应该要调整一下 对市民关注的事情的 这个关心的态度呢 今天来讨论一下 警方办案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特别是在台中市 有人说 过去说台中市是 庆祭之都 那后来 治安确实有慢慢的一个改善 特别是前台中市长胡志强 受了蛮大的压力 在他的执政后期 以及民进党的林佳龙接任之后 当时的治安 大家觉得说 觉得说真的有进步了 但现在台中市呢 几乎可以说是博弈之都 靠全球博弈赚钱 几乎就是住在台中这个地方 台中 蓝白日路都非常方便 很多的兄弟也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现在妈妈市长有没有管理的对策呢 另一份还要来看看 这个盐清彪 他现在一个最新消息 他说哇 真的有才知道的 欠盐行一亿六千万 不免兴 盐家已经说明了 现在欠贫三千万 别再这样欲白说了 好 那他大概平均一年还个六百万 那么但是里面 还有很多妹妹的格格 特别是 当天很多人就说 盐宽衡要选拨竞选的时候 他的爸爸会亲身交代 这一年的问题 特别是有一起 他欠了杀戮前镇长 七千三百八十八万这个案件 他说 他不是说 他说大家成立失败了 他又有携帝去抵押了 感觉说这是没算欠人钱 但是法院的判决书 是这样子认可的吗 等一下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另一方面带您来看看 陈时中 陈时中人很红 是不是人红被关注的很多 明明是去年六月 这个唱歌的带子画面 去现场大概三十分钟 你不是说我很恐怖吗 你如果政治人物 你后面出的都不能唱歌 不能喝手 把你抵押 四隔多日丢出来 给你弄一个 错字的时间点 就被迫害你的形象 让你死 我今天出去问国民党 你们会把陈时中红下来 你要让三人起来 难道我们现在疫情很糟糕吗 你把陈时中红下来 是要做什么 难道国民党很希望 疫情再发烧吗 我想不然 最后来看美中最新的一个进展 美国中国两大强国 礼拜一要会面了 视讯谈些什么 会不会提及台湾 是大家关注的 我们稍后也要进行分析 先来介绍与会来宾 选人介绍师民进党立委 蔡逸宇 主持人大家好 介绍师真正学教授 范士平老师 慧敏好 大家好 我们来介绍师资讯媒体员 王创夏 慧敏好 大家好 来介绍师民进党台中市 袁石智昌 慧敏好 大家好 我们来介绍师 首席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 曾世伟 大家好 还有来介绍师资讯媒体员 陈东豪 大家好 先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 台中市又发生这起事件之后 当场向不敢送一集就 警方居然征讯之后 又说好 好 你们会回来了 说这不是现行犯 所以征讯要就向帮人回来了 我真的觉得说 你在台中你酒后开车 还有可能让人拐鬼没 你 你 喝酒喝完 刚打到这个地方 送一集就昏迷不行 说既然征讯人就放家回去 这有道理吗 台中市警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VCR 台中市的治安到底发生什么事 生死历劫 大骂台中治安败坏 紧接着议员们当场戴起安全帽 市长欢迎 局长下来 面对插撞富少衍衍生的殴打事件 议员组成运河炮轰战队 一棒进一棒 朝台中市府与警察局开轰 发生这种大恶霸欺负小市民的事件 我想未来台中市民每一个人 一旦下车 安全帽要戴在身上 一不小心就被打到颅内出血 你情何以堪啊 这是我们台中市的孩子 没有错 我们重犯现行犯 过去半年 罗宣 你根本不重视我们台中市的治安 难怪今天又是这样子 组织暴力 恶行恶壮 更剑指台中市警察局长蔡仓博 蔡仓博现在可能把这边当作养老院 当作安乐公在做人 安乐公在做人 议会议事堂成了炮轰战场 同一天台中警察局也开记者会 名为其福实则惩处 但警察局长蔡仓博才已就位 道理长跟那个艺管的副局长 来 好吧 局长脸上这抹谈笑丰盛的灿笑 直到戴上口罩才看不见 却早已引发重怒 市民哭了 局长却笑了 蔡局长 有这么好笑吗 难道是因为市长鞠躬道歉 你们总算逮到人了 可以交差了事了 所以你可以笑得这么天真灿烂吗 到任才三个半月的台中市警察局长蔡仓博 面对治安事件发生六天以来 舆论却一天比一天还要热烈 恐怕是始料未及 好 当然相信很多人都有跟警方交手的经验 我们在危急的时候 在无助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很感谢警察 可以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 但有些事情警方会不会无感了一点呢 来看 富二代被认定是非现行犯 有位律师他就讲了 警方到现场打架已经打完 所以不算现行犯 郑杰杀人警方赶到现场 杀人行为已经完成 这也不算现行犯吗 台中警方这么斯文吗 那么针对这个打架打完的事情 也有另外一个人立刻回应了 这是一个警察专科生暴露的潜规则 这是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的po文 他说实务上 警察如果接获有人在打架 一定不要马上冲现场 这是什么意思 等他们打完再去就好了 一到现场如果正遇到打架 就要用现行犯办 超级麻烦 还要送人犯 侦察队也会不开心 不如等他们打完 问他们要不要提告伤害 笔录做一做就好 那么这个被害者的妈妈 她说其实她在跟警方互动的时候 也发现到了 警方说只有一个人动手 所以只有一个人要被告 居然这样子讲 警方显然就是要把大事化小 跟宋妈妈说 他儿子那时候其实生命垂危 会不会活过来都不知道 警方说只有一个人动手 只能有一个被告 结果妈妈看到VCR说 有另外两个人嫁住我的儿子 这难道没有罪吗 又不是现行犯 又只有一个人能被告 这是什么天理呢 律师说 警方说只告一个 两个字是真正的原因 哪两个字 只能选一个提告 妈妈不能理解 那么其实这位律师就讲了 学过刑罚总的人都知道 左右嫁住男大生的人 就算没有动手也是共同正犯 警方不可能不知道 为什么只能提告动手那一个呢 他的分析是警方单纯想吃案 最好不要告就不用办 要告就告少一点 就可以少办一点 又不是毒品枪暴 又不是绩效奖金 实际上很多警方会吃到这种小案子 真是这样子吗 市议员 其实在我去年 在我去年 我载着孩子 行经台中的中青路跟践行路的时候 就亲眼目睹 一台车 年轻人是被一群人 棍棒敲车 要把他拖出来等等的 所以我想从这个案件里面 刚刚包括这个警专生所提出来的 我想整个台中市在卢市长 这个所谓的妈妈市长 我说他叫做好人市长 因为什么叫好人市长 不做不错 少做少错 这就是现在卢市长 整个市府的风格 所以对应到我们这几天的 这个南大生的这个案件 您贴到铁板了 为什么 因为在第一线的判断里面 依照我们的刑法第150条 到底他是不是现刑犯 如果是三人以上 三人以上 包括不只是打的那个人 甚至是旁边两个把他架住的 其实都叫共犯 所以在第一线警察的判断的时候 其实我认为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要讲 可是警方看到那个画面 不会很痛心吗 如果是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孩子被 你开车难免擦撞 所以这要问我们的蔡局长 当他在他开记者会 要来懲罪 要来做回应的时候 您看他 他还在那里笑 您笑得出来 我还说实在话 整个台中市警察的脸都被你丢了 整个如果他是你的孩子 这是你可能你亲戚 你谁的孩子 能不能将心比心 第二个我特别要提的 整个存储的名单里面 这个叫存储名单吗 如果你认真的去调查一下 去看一下 这个哪叫哪门子的存储名单 这个什么新任职务 六分局的侦察队队长 调到第四分局 那这个第四队队长 调到第六分局 这个都叫做平调 这个哪叫存储 这件事情的背后 代表你局长 你根本就是没有认真要处理 这一些警员有没有问题 你自己心里清楚 到底你要不要 好好的给我们台中市民一个交代 然后再来看一下 这个市长今天有被批评到 说反应太慢了 11月7号晚上深夜12点发生的事情 11月9号家属开始求助媒体 网络就开始推波了 马上引爆大家的愤怒 那么市长还没知没觉 到了11月9号的晚上 这个市长还参加了 银银行的记者会 那么一直到10号的时候 母亲批评说 一件车祸 有法律程序可以处理 为什么要把孩子打成这样 妈妈在痛心的问说 台中的直男到底怎么了 创下你怎么看 基本上卢秀燕 他有个外号叫做妈妈市长 而且在最近的时候 中华日报还在前这两天 给他一个专访 妈妈好市长 那一个妈妈是做什么 在我这里面的所有人 如果出了事情 我的优先顺位 我至少要关怀 我至少要关心 而不是到了10号的时候 被骂了半天之后 才在脸书里面说 他要去探望了 我的一个台中市 一个年轻人 他的这么的安危 是不被保障的 然后整个警察局 是这么蛮憨的 你都没有反应吗 然后最后的时候 才到最后的时候 出来道歉 所以这不是慢办拍 这是你的优先顺位 那一天是下午的时候 朱立伦打电话 说要到严宽恒那边去 大家去玩点名 严宽恒严家要玩点名 所以他们都去了 你的行程是排得出来的 可是你看你的优先顺位 你是严宽恒优先 还是你家里面 妈妈好市长 你的一个年轻人 所以我是觉得 今天卢球员光道歉是不够的 应该要很深切的道歉 而不是在脸书上 说真的很严重 真的怎么样 你这个东西愧对 妈妈好市长 你的自我封号 我想请问一下蔡委员 台中是怎么了 好不容易好像 治安稍微好一点点 结果现在又出现状况 这三个二艘刚开始 到警察局到案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现在没工作 就被起底 是博弈相关的事情 台中到底怎么了 我现在发现说 去台中我弄的 人不是要失败而已 可能要下跪 对可是就是因为 他状就发生生命危险 打成这样 台中一直以来 事实上我觉得这件事情 在于台中这几年来 他就是属于一个年轻的都市 这些年轻的都市 事实上有钱人也多 事实上三教九流跟着多 所以相对的 他自然就一直是台中的一个隐忧 如果以这几年 这样看到的一个状况 尤其发生了这个事情 就是说这一些人 他们并没有好好的被他约束 也就是说台中的警方这边 对于这一些黑帮分子的一个 管束的力道是渐渐没有了 渐渐没有了 这个是来自于为什么 我觉得很大的意义 就是在于说 在台中我觉得他们的警方跟 这个黑帮甚至民意代表的关系 都太过于错综复杂 使得变成说 大家觉得出事 找警察没法 他没办法好好的主持事情 我觉得卢轩恩市长 与其在这个时候 要拉着眼眶很的手 然后替他服选带着他去拉票 还不如他真的静下心 好好去思考 台中是要的是安居热业 要的是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 他应该要努力在推动这一块 反而这样对严宽恒还有票 不然很多现在 开始大家会把这个严宽恒的参选 然后你看这一个 这一个年轻人被黑帮攻击 有人会联在一起 联在一起对严宽恒是最大的伤害 这次这个这三个二哨 我是不会把它讲成是黑帮 因为没戦 没有枪 你要讲的帮派 至少要有枪 在台中市之前的新闻 你会看到什么 骑个摩托车 不小心会有枪掉下来 可是为什么说 卢秀文卢市长这个时候 一定要把螺丝拴紧 因为螺丝是松了 去年六月 在文新路上 晚上 有人开车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因为文新路那条路在很长 可以经过市政府 新的市政府 45公尺之内 连开21枪 向放鞭炮 45公尺 真的假的 45公尺 对 н YouTube 450公尺 450公尺 一边开车 一方面就进行 他就乱扫射 对 无 grip 只是杀戮鎮长 很重 Jobs 把湿 你想想看 因为 文新路是很热闹很重要的一条路 居然去年六月的时候 可以有人敢这样做 他代表什么意思 第一他不怕 所以当时 卢学院卢市长被市议员问的时候 他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所以有一些事情 卢学院的满意度很高 这是事实 他妈妈市长这个形象也很好 可是在威吓力上面这件来讲 现在不是兄弟不怕你 莫名其妙的小弟都敢开枪了 是连一般的人 我有三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敢喝醉了 我就敢干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代表你的整个螺丝 也就是说从他的市警局局长 蔡局长 一直到下面的分局 到派出所警员 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这三个少年 家里都有钱 人家开名车 人家从你擦桩到 就把我抹 抹到我这样挡胸 你如果说你情绪失控 你朝人家乱打 他是朝人家头部 所以表示他完全不怕 他完全不在乎 你就要让一般的人到台中 因为台中市是中部市县市的消费集散地 外来人很多 你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心存敬畏 警察不能当摆设 警察为什么会紧张 罗斯会拽紧 市长要去拽罗斯 市长不是来道歉 所以一定要先做好这件事情 好 因为严家现在宽衡要出来选举了 那么现在严清彪 他过去的债务问题 也引发很多人的讨论 那么那天严宽衡在参选的记者会当中 严清彪 大家都说 钱的事情 严清彪会说清楚 他说清楚了没有呢 我们来再听一次 投资 市业总是有贴有赚 之后你命令告知公司需要 赔钱 需要融资 因为 他才发明了 有这个头队 有救资 他把我拿我的头队 掌握融资 结果了 后来公司 破产 我做好的土地 也被 就被拍卖 来还钱 原宽然 不敢借老板 拨别人打架 这旧纸 求全 把这些土地 一笔一笔的 标回来 我甘情彪一生 跟朋友 共同导致的 谁知道情意相挺 这一笔会 若即下死 这里大甲正安公的汪汪移 我本人的污蔑 更是 此心无有 坦白国 严青标 在台中地区 地位相当于化水 会更重 当然 所以人们说 过去 大家都 很少人会做过 惊敌 做过惊敌 在更生之后 你更生之后 你再重振 小伙子已经给你机会了 给你对议长 来做立法委员 你到现在 你看子女 既成副业也有成 当你开始来 走政党的时候 你是不是做的都是一个正途的路 爱检验 那么 目前的一个最新讯息是说 原本欠款是 1亿8千万的 那么严金标目前 最新的讯息是说 银行的债务 已经还到差不多 3千万了 也就是说 它大约在 26年的期间开始 它的欠款是 1995年开始算的 这26年的期间 大概还了 1亿6千万 平均每年还 600万左右 那么有知情人士就说了 银行标背后有高人指点 知道不能让一家银行的呆账 超过5千万 不然会遭到公告 真的很聪明 我都没红 我缺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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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千万 有什么就没问题了吗 结果这次要选举 让大家这样摇摇出来 那么确实现在媒体炮轰的火力 说真的是蛮强的 所以严宽恒说 慈悲无用 大甲妈祖的慈悲显然是没有用的 以后针对不实的说法 都会来提告 但是我们要来了解的 就是说 针对 严清标 就是前沙路政长有讲到说 3788万的欠款 严清标的说法是说 欠了后公司破产 然后他用他一块土地 已经去拍卖了 意思就是说 就没收欠了 但银行的判决书是这么说的吗 当初和我开公司 张文宜是董事长 副董事长 总经理 这个是隐姓股东 一定有 不能到主理 可是这件事情来讲 我先跟他讲一个是说 严家的故事 只有这一件吗 他的投资事情 发生纠纷的只有这一件吗 没有 光是跟 陈梦生之间的就不止一件 还很多 还很多件 每一件的状况都不大一样 比如说 你刚才问我 判决书那3000多万那个事情 那是另外一件 我们说的3780万不是这件 有一条6000的 有一条3000的 6000的是判决书的吗 那是不同样的公司 连彰化县长 前照片叫阮银盟 阮银盟 也没付钱 阮银盟 阮银盟是3000多这个 3000多的这个 是什么事情呢 是因为他是杀戮证镇长 当年在杀戮证 他们要盖一个叫中华商场 一个开发案 那个案子 知道陈孟生因为他后来被告 在法庭上出院的时候 他的讲法是 表哥 700万没出 这条是700了对啊 700万喔 是7000万喔 对 但是他们的钱 比较乱 不知道怎么算 我刚才讲的 那个叫中华商场的案子 因为陈孟生后来被告 也为了他还被提报流氓 但是后来被法院拨回 他们在所有的投资案里面 当年的关系是 至少有一个要确定的说 当年最有钱的是谁 张文宇 你在看他讲那6000万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说 他是董事长 公司没有钱 董事长没有出面去借 结果跑来找副董事长 这不是很奇怪 我过例啊 可以借钱不还啊 你有吗 我跟他讲这些人都是好朋友 这些人选举的时候 那个时代都是互相帮忙的 他当里长的时候 陈孟生坎行 张文宇要选国家代表 要选举的时候 年轻比较大 比较大 那两个人 还要开公司 要做房地产 要做土地 当属政府不够出钱 或者公司有困难 为什么董事长 所以这个要去问 事情发生什么事情 当年这件事情 他后来拿土地出来借钱 你就是做保 保人就呆人 你做保 公司倒了 银行当然找你 边境地域 因为哪有贪 大家都奔 好 问题现在就有一件事情 董事长为什么没有 因为 因为为什么讲 我跟张文宇比较熟 因为张文宇那时候有钱 他其实是黑派选举的时候 在海线来讲 他是重要金主 张文宇是不喜欢从政的 所以他在当立委的时候 不喜欢开会 他都在够贪钱 他真的有钱 郭文宇怎么这种要选举 理议人就不爱做 他选举 习惯都改不掉 我讲会赢 因为选举要花钱 张文宇出钱 盐清彪固装 这边又有行政资源 这三金 那后来为什么要弄坏 也是因为钱 我刚才讲那个中华商场 他是政长 那一个案子里面 他们的合作里面 是把土地登记在谁里面 陈梦森家 所以我如果用现在的讲法 你这个不小心就是官商勾结 这个就是当年为什么要埋下这些恩怨 派系政治 派系政治里面 我不要说都坏了 可是派系政治里面 你走到这样子政商不分 互相投资 潮土地的时候 国民党在台中县的江山 不管是红派黑派 就是这样子搞垮的 你知道当年我们在讲国民党的地方势力的时候 台中县 我们那时候讲是万年不倒 为什么 因为红黑两派太强了 后来 李敏林 我们知道现在李敏林 辞掉国民党的主委 李敏林本来是有机会当台中县县长 就是因为李敏林他议长 然后县长那时候是料料理 做了太多开发案 丰元大渡龙井 你不知道那时候多少案子 其实你要探紧的不要做官 但是做官做民意代表 有些事业不做不从政是做不到 土地是最快的 问题来了 土地开发失败 李敏林 就是因为土地开发失败 负债雷雷还被告 他弟弟 后来去挪用农会的存款 申败名裂 然后搞到最后 李敏林没办法选县长 才换了黄仲生 讲到黄仲生 他也是黑派的 我广告之后再让您继续讲这个故事 因为 红黑两派真的是太精彩了 一点点小关子 因为他们的借钱 跟黄仲生也有关系 跟软杠某有没有关系 跨线耳朵 就造出来 跨线耳朵 等一下我们要听这个 公豪继续分析 这个台中地区这样 红黑共治的一个结果 你不要说不一样 你现在县市合并的时候 李敏林有 申败李敏林有 申败用算的 还是用敲的 还是公共的敲好 大家敲好才不用再花钱 对不对 很没力的 所以这次中卫学区 你还要投什么票 你还不清楚吗 你还要让红黑共治吗 另外大家还要来看 这一群人 这一帮算杀戮帮 大家都在乌杀戮的土地 人在问说那你杀戮的交流道是怎么来的 也有故事 马上回来 其实有时候赫兵的道主就是这样 有的人要出钱 有的人要出力 有的人要出兄弟的力量 敲来敲去 严金彪对整件事情 他只讲这几句话 他一生只知道情意相挺 那么信不信有你 但是这几个敲来敲去的案子 凸显出了台湾政治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在都会区这样的问题 大家都解决了 但是中二这一区显然问题还是盘根错节 比方说有一位公司的老板 他要标教育局的案子 问来问去 找了一个最有利的立法委员 瞧好了 这个立法委员什么都有了 不知道要怎么感谢 记一百瓶酒再集钱报 请委员好好享用 我们来听VCR 严青彪扮演和事老要大家不要再吵 登高一呼之后 让双方停战终止争执 多年前还是严尾原阶段的严青彪 为了摆平民众请托 资深媒体人透露这段插曲 上市柜的电脑公司老板 为了标教育部的电脑设备 竟然有人出来为标 听说台中队大不是严青彪吗 就真的找他 跑到海找他 跟他讲这个事情 还真的找到他 严董事长下令说 好 这个我要给你插 科技公司老板投标遭遇麻烦 当下决定跨选区找上严青彪 严董事长当然是义务帮忙 那义务帮忙这个董事长他们就是说 当年被大老板已久答谢的传言 上百瓶酒价值约莫20到40万元不等 不过在酒店文化中 这叫做自敬酒 只有获得酒店老板青睐的限定人物 才有这样的礼遇 自敬酒或自口酒 然后他们喝完的水智在盘起来 然后就不用再开进 所以就不用再放花那么多钱 不管在地或跨区 严嘉将选民服务做到极致的程度 在地观察的言论 严嘉堪称数一数二 民进党不能大议 尤其这次的选举 严嘉一定是使尽全力 能够投入的资源也都一定会投入 询问当年往事 严青彪助理透露 暂时无法联系上本人 不过擅长打空战的绿营 得看看严嘉多年来 擅长的选民服务 如此绵密的陆战实力 绝对不容小觑 我觉得他这个祭酒达县算是 有送到 但是有送到新坎里 什么意思 因为之前 严青彪当议长的时候 是不是去金钱包 用空膛 不只金钱包 因为台中县 台中县那个时候 其实他那次出事的 议员里面也有我认识的 那就咬他这味道 所以赞去 还不用开瓶沸 让他喝 2元跟基督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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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去烹饭就行了 也是黑牌的 你把你的故事继续说完 有什么黄座是在那里 对 对严青彪来讲 他不认为说 去酒店这个事情有什么了不起 因为他以前都是这么做的 他问过县府的人 所以他一直觉得这件事情他很冤 只是没有人 大家后来看才知道 一年可以喝要几千万 光他的部分一千多万 千单报工账的 对不对 光他的部分是750万 可是你要理解台中的文化 我们怎么去看严青彪 像陈士凯刚才讲的 严家那个不叫陆战 他不是陆军 他是海军陆战队 你去看好了 到时候12月 林景云要对上海军陆战队 当然了 他是海军陆战队 他2020年的时候 开到十万票以上 比他2016年的时候 还成长了一万多票 他的严家的票是在成长的 不是开玩笑的 你如果他真的做得那么失败 怎么可能成长 你认为票是靠买的吗 当然不完全 我举一个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里面可以告诉你说 为什么会有挺岩的 也会有反岩的 大家领久要有机会到高铁 台中站下车 到了下面的时候 不是要去搭计程车吗 他那是台湾大车队飙到的 可是在左边会有一排 没有招牌的 也在那边招揽 可是合法的 那一区也是可以合法承揽的 为什么 那一区是延青标去突破的 我标到的不是针头 我标到在那边计程车合法进去的不是针头 这个无法回答 我只能告诉你说 台湾高铁后来同意 两个都OK 台湾高铁也要买延青标的单 购力买 买它的账 我讲购力 什么叫购力 你想想看 这样在计程车兄弟就挺厉害的 都不是 他有男有女 而且说计程车 对 那一群可以在台湾高铁合法承揽 的人一定很感谢延青标 可是你反过来看 原来只有台湾大车队的人 的那群司机 他作何感想 对啊 你帮了这边 你那一边怎么办 是 我讲的这都是合法的 就是说他去抄出来 对 抄出来 但是你回来看延家的问题 就说 他是台湾政治的一个缩影 就是兄弟从政 然后加入派系运作 派系政治到最后产生一个问题 我还是用这个板子 土地 最快的获利来源还是来自于土地 土地联动的是杀死 土地联动的是利青 土地联动工程 土地联动到什么 包括劳力 能力重界 那对延家来讲 我一直说他是海军路战队 你要知道延青标 曾经坐牢 在牢里面当选立法委员 他就告诉你 延家的实力 要看一下眼界 我坐牢还可以当选立委 那是复数选举的时候 四万多票 不是单一选举 可是那就告诉你 四万多票 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等到延宽恒那一次 补选上来 然后到2016年 延家的票一路在成长 延家的海军路战在什么时候灭顶的 2020年 因为没想到投票率这么高 所以我们在看延家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有很多地方不是一般的能够学的 比如说银行可以让你拖那么久还 每年还六百万 比如说银行可以让你儿子 等到法拍的时候来买 这也不是一般人做得到 其实你看看 彪哥要行就算不错了 他就不知道 赛的人 他又要行六百万是不是有钱有益 他不是说 宽恒吗 宽恒有好 如果要有好2013年的时候 一次就把延亲彪的债务 一次就行掉就好了 就不用在这儿放练 对啊 那不是说好衰退 因为杨冠军很出现时 他的出头的现金已经超过了 他的存款 他的现金部分还不断的在成长 所以什么叫衰退 我2013年就开始处理了 我不要现在才让人家讲 所以你要怎么去看延家 延家绝对不是什么都错的 他是台湾政治的一个缩影 这个政治缩影会不会被时代所改变 中俄选区的选民正在增加 他外来的比在地的多 这个就是严家的挑战 好 那我们还要再让您看到 其实你仔细摊开他们的财产申报表 发现沙路是买很多土地的 就好像这一次 人家说二高有一个沙路交流道 原本有规划吗 还是后来瞧出来的 其实这件事情 我想在座的许多的听众朋友 如果有经过台中 你会想说从北到南 很奇怪从大甲到沙路 然后一路到这个 又绕去河美 然后再转回到乌日 其实怎么会多弯了 那么一弯 我想这个其实刚刚我回应 这个也先玄续的 我们东豪兄所讲的 其实就是土地 我也不得不承认 也因为沙路开了交流道 整个沙路的发展开发 我想在地人其实是感谢的 但是我也要特别提的是 其实在我们过期的那种生活 或者是政治的那种生态里面 尤其老一辈的思考里面 不要紧 你要吃不要紧 但是你事情要做 所以说大众的利益 这个中间如果窃取一些个人的利益 在早期的文化 早期的一些老一文的事件里面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来 范老师 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 包含袁清彪 包含什么陈梦生 当时杀戮政长 包含像张文怡 国民党立委 包含像李敏玲 他当过议长 还有他弟弟李敏荣 他们这些人 他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兄弟关系 而且都互相投资 袁清彪讲了说 当时张文怡 他们投资介绍公司 那是一件事情 但是其实他们彼此还有交叉的 另外的投资 包含像那个时候 陈梦生跟林敏玲 还有林敏荣 他们又有另外一个公司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等于说 分开不同的投资 不是只有一家公司而已 我们知道在1992年 他们也投资了另外一家建设公司 后来因为林敏荣 2001年死掉 死了之后 当时陈梦生 他就很不满 因为他们据说 林敏荣 他们家族 欠了陈梦生4千万 所以那时候陈梦生 每天开着宣传车 到这个 到这个林敏玲 他们家 那边绕 他们家 放那个大的白布条 然后还把那个纸扎的那个人 就是我们知道 那个家里出伤事 纸扎的人 摆在他们家门口 然后每天 就讲说 让你死 碰碰碰 就是到处广播 讲了 很血腥的话 后来这个陈梦生 还因为这个 被 在2013年被这个制评专案被抓走 所以他们其实曾经是甜如蜜 带带投资 可是也因为这个问题 后来闹得不可 说翻脸就翻脸 就翻脸 他们过去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彼此互相 你帮我 我帮你 你听我 我听你 可是到后来的 都是不欢而散 为什么呢 因为利益瞧不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当时一个政治上一个 台中为什么我们说自然不好呢 因为你想想看 都是这些黑道白道 还有结合的当地的民代 还有当地的政府 大家在那边瞧土地 搞建设 到今天为止 依然存在 就像我们看到 这一次的这个 马萨拉第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会让 这几年 的确很多人去台中买房子 可是现在很多人去台中 买房子可能不敢开车 出去如果发生事情 怎么办 我觉得走路也很危险 很危险 因为上回失败 我公尺这样乱骗 我不小心被流弹 撞到我怎么办 就是要穿防弹衣去台中 所以你看 这次这个事情 是在哪里发生 还没有 还要戴头盔 免得被打 是在台湾大道 台湾大道是哪里 以前中港路 是台中车人最多的地方 怎么敢在这个地方 拿着一个棒球棒 把一个大学生打成这样 打到瘫痪 看到这样一个治安 大家会觉得很紧张 然后看到严寬衡 又要出来选立委 大家又想到严清彪 家族过去的种种 所以这种东西 就会跟现在的立委的补选 连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对台中市的形象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我想请教一下蔡委员 因为说真的我们这种 讨厌人 不要投资 这可能也没有 越来越去 您身为一个律师 您来看 这个严清彪的致富理财之数 包括判决书当中 他交代就是说 他只知道情意相邻 他没有在在乎钱 为什么会有一个官司是 过去可能跟严清彪 比较有的一个诉讼 我觉得他确实如同 刚刚东豪讲的 他跟陈梦松 然后张文艺 一些关系是错重复杂 我就拿其中一个 陈梦松有被告背信 然后后来是无罪 那无罪的 他这个案件是说 陈梦松跟严清彪 张文艺跟林高煌 他们合伙了 去杀戮买土地 买11笔土地 买了土地 花了2.9亿 也就是每平5.5万元 然后去跟 这个无期农会 去跟他贷款六成 后来这个陈梦松比较厉害 他又去转贷 去转到台中四信去转贷 然后贷了3亿3600万 然后股东说他不知道 说他有转贷这个过程 但是他转贷的过程中 因为11笔 他又把其中的一笔 卖给其中一个股东 就是林高煌这个股东 那最后可能陈梦松 就是实质伤害主义 这11笔土地的 他就把这个土地 这10笔 剩下的因为一笔卖了 剩下这10笔 以一瓶9万 就4.2亿 卖给了中 这个中屋建设 4.2亿 所以如果以他的2.9亿 到最后4.2亿 他这个投资赚钱 这一起投资是赚钱的 结果还有9分 为什么 后来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直接赚的钱 给他的股东 就是陈梦松这件事 他赚的钱没有给股东 那没有给股东 他没有给股东 所以他被告背信 后来他被判不罪 为什么 因为后来陈梦松 他在法庭上 他就讲了说 我事实上我花了好多钱 我花了好多钱 他花了好多钱 还有一个 盐清标 结欠7388万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在这个案 这个投资案里面 我虽然赚的1亿多 可是我中间费用 有这么多 这个中间费用 就有一个叫做盐清标 的一个欠款 如果这个后来 被法院采纳的话 那表示这一个欠款 他应该 要有某些的一些凭据 可能他要有 债权凭证 或者他至少要有一些 一些证明 不然法院怎么会认定这个债权是真 我怕大家搞乱 这个是两件事 这两条就对了 刚才这个 有开卖的是另外一条 不是7388万 刚才说 他刚才在说的这条 这条合伙的土地的买卖 盐清标结算是欠公司7388万 对就是这一笔 所以说标格在记者说 他中情中意 没有在欠人 我不晓得他怎么解释这一条 这条他没说清楚 另外当时合伙 不晓得为了哪个地方 是为了冗警 还是为了哪里不知道的 那个案子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 这个才是有土地抵押的 对 这是另外一件 7388万 有没有还 有没有土地抵押 这个是另外一件 这一件 陈孟生后来就拿了本票 去法院裁定了个6000万的债权 所以有比7388万 跟这一笔6000万 对 所以某一个角度来看 那个时候标格玩得很大 走路有风 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个投资案 他们中间这个账不知道怎么算 我刚才讲到 因为案子太多 所以当时红黑两派联合草房地产 搞到最后林敏龙 林敏龙去冒贷什么 抄贷到农会去抄贷 你知道他三个农会就抄贷了14亿 所以这个 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还记得一件事情 不用行对吧 有行没有 呆账 真的有抗亡吗 你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反正没有抗亡吗 所以 这件事情不是 严家个人理财那么简单 它其实是一个结构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农会的钱很多 农会的钱 信用部的钱都是农民去投 去存的 但是钱就这样被抄贷出来 我当然不是讲标格 这农民的钱 对我当然不是讲标格 我只讲的是说 后来政府帮忙偿还 就是派系政治在炒土地 炒到最后 就是这个下场 而且最好笑的是 他们还搞到赔钱 搞到赔钱 然后才挪用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你们是不是要跟我们讲 我是严宽可能选取 跟年轻标没有关系 不要再扯在一起了 你是不是要这样讲 不会啊 我也算过去的人 我觉得选举到了 都会受到敌对阵营的一个检视 甚至于攻击 我觉得这很自然 但是最重要就是要去面对 就如同刚刚大家讨论 这个马萨拉底 富少 然后打那个大学生的事情 你说卢学院市长 他面对 对不对 你说这一个11月9号晚上的时候 他去陪这个盐宽门开记者会 可是事实上这件事情 确实警方第一时间的一个处理 他是有瑕疵的 我们不是只有讲说台中市警方 你警政署的时候 你要不要折承所有县市 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警方不要再把它看作一般的一个伤害案件 甚至于车祸事故案件 不要这样子 这一个少年鸡的性命 然后人民的保障 但是在当天11月9号晚上11点多 你来说来这 我们就来到第二处 慧敏我必须要这样子讲 11点多媒体披露之后 隔天如学院市长 怎么样去跟家属来道歉的 这就是坦然面对 相对的你看到屏东潘孟安县长 对于那个挖眼案 甚至于陈其脉 陈中陈46条人命 你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处置的 陈中陈46条人家都学乎道歉了 回过头来我再讲 他当时怎么样叫台中市长胡志强要下台的 这就是你讲人 人会检视你 胡志强会下台吗 同样的我就讲 你要选举的时候 你要多大被人家检视 严宽恒今天如果要看起来 他没什么事 他是在娱乐儿子 今天要选举的是严宽恒不是严亲标 严亲标或许他过去地方的一个色彩 牆在的色彩很多 但是他也经过选举的一个试炼 很多 但是刚刚大家在顶顶塔塔讲说 跟陈孟生 张文怡 甚至于林敏荣 他们的一个投资案件 我必须要这样讲 刚刚范老师也讲 1980年代 90年代 这个时候我们台湾的一个经济起飞 你包括了收入房地产的 这个地方的一个开发很多 但是你今天 严亲标刚刚讲 蔡宇恒委员刚刚刚在讲的那一件案子 陈孟生说 银行的时候只缺7千多万 他跟那个议员 共同党主委说 为什么被人家告背信 因为你买两个月 你买四个月 你贪的你没本人 结果他讲什么 那当时的严亲标说要投资7千多万 结果一千都没出 刷了的时候 他去人家赚钱给地下借钱 然后付了利息 所以说他贪的我都拿不来 他说没出的不是严亲标 对吗 他意思说严亲标是 委员 这么多 这几天我 其他的节目也要探讨很多 但是我必须要说 你陈孟生政长 当时你是做丁丁 严亲标只是做一个理事长而已 你丁丁叫理事长 那同样的 如果按照严亲标所说的 他做人开牌 他中间进去 他没计划 当时有贪言 有输 但是今天他的土地 为了公司他拿去地下 他设定去打不掉 好 宽人去救资 那条是有千万的 对 所以我就说 那条成孟生政长的角色是怎样 差坏 有出钱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提出 合理的问号之一 你这边 你如果以后的 赢钱标投地去地下 这边你贪的 刷了的时候 你说赢钱标不出钱 所以你也理解到 这就是一团赖照 他们这样子丁丁丁丁的 投资事情 他们必须要去 自己去说分明 同样我要讲的一个就是说 好感谢 我这几天听了很多 这不讲起来的时候 原青标董事长 没去娱乐乡民 他今天做的 都是地方的头人 他们的小丁丁头头 那到底是你贪他 他贪他 那就是说 有获胜 有缺来缺去 这我们不知道 但是 不可以拿这件事 来说 说他这件事 他缺人 你说人家的部分 他也缺 大家都说他没缺 今天 电子媒体就披露 1.6亿已经还到3000万了 当然 刚刚川普说 你如果要行就做一次 他行一行 但是我说一句实话 如果要设定的时候 都有行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我们要进广告了 但是总而言之 这笔烂账 还要让他延续吗 立委只能严加的人做吗 广告之后我们更多讨论 马上回来 台中北屯区锦和街 这一块大新停车场 乍看没什么特别 不过未来有高度 增值性 这块土地的面积 将近94坪 走过我脚下的这座桥 对面就是台中的 十七重化区 如果它的地幕 能够变更成商业 或者是住宅用地 它的土地价值 将水涨成高 当地之前是爆料 土地持有人舟 又严加成员 他们就是 看到一块同化土地 他们就会先去买 一部文化 然后算是等待着 开卖的机会 他们会在里面 他们会在里面 一起开卖家的 这段同化 那个单条的地域 才比较大 根据报料人出示的地级谈本 北屯区青田段 实际对照 就是北屯区这块土地 七笔资料中 有三笔登记在严加名下 103年1月9号 以买卖方式 取得圆末16.118坪 两年后 第二笔交易 在105年1月7号 以拍卖方式 购入超过20坪 去年10月再度拍卖 取得18坪土地 换算青田段 整块面积近95坪 严加土地就占了 圆末50坪 6成左右 有7坪 他们严加就严历 你就先买一坪 他们找一家 重化工具来煮蛋 都很有意愿跟他吵喝酒 地方的土地比较容易摆 以过去一坪8万左右来看 土地总价值400万 不过目前实价登陆 一坪已经涨到近16万元 等同于价格翻了净几倍 太固能顺利地变成重化区 或者重化区的商业区 或者是住宅区的话 其实利润应该是5倍 甚至是10倍几条 利润是非常的惊人 房仲分析这块土地 未来增值性大有看头 在严宽恒爆出低价买回 附近法拍土地后 严加人的土地投资数再曝光 不过结稿前 致电严宽恒严历敏尚未取得 当事人回应 这个中俄选区现在选情 是越来越热 没有想到国民党却闹内讧了 国民党的党部 在台中的党部主委林敏林 他辞去了主委 这选前他换将 他自己辞了 那会有很多联想 是不是红黑现在有矛盾 还是怎么回事 他不想再挺他了 倒也不是 刚刚东华讲说 整个严加在那个地方 像是特总部队陆战队 其实不是 他们有很多时候 更像北越的游击队 那个地道之深 中间的所有的怎么连结 你是搞不清楚的 所以你空战猛炸 但是可能炸完之后 你会发现说 他们这些游击队 还是会冲得出来 真的 所以包含是 所以有些情况的时候理解是 林敏的云当然是迟了 可是跟红黑 他有留下来吗 他有请辞的动作 有未留 但是他还是会走吧 不一定 他有讲 因为当时是江启臣主席任命他的 那立条天住一条行 换了朱主席之后 他请辞第一度 那时候未留 刚好碰到就是说 陈柏惟这一个罢免案 那他必须要监聚下来 那你说上任 朱主席上任了之后 他那一天请辞的时候 朱主席还是有未留 但是林敏林主委是讲 他想说这一局的一个补选很重要 那你是不是能够让主席有 这个挥洒找新人的空间 那如果说真的要他留下来的话 他会跟地方的这一些士绅 大家讨论了之后 看怎么样来打这条选择 那主席也有表示 林敏林主委还是会留下来台中 你们国民党话都讲得很漂亮 这个节目也 这个节目也丢尺 整个就开话语 要看动作不要听话 要动作就是 他那一天在那个 严宽恒宣布参选 那个玩点名的会场上 对不对 说玩点名 所以国民党主席到了 所以这个点名 大哥就是这个意思 大哥来了 市长要到 玩点名 林敏林也有到 而且林敏林去那个现场 就我们所知道的 去问了一些相关的了解一下 是严新彪打电话 通知他 有这件事的 所以其实是他有去 所以红黑没有大问题 而且现在整个台中的红派 是张清照 张清堂 所以也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就是这里面 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 朱立伦他的四大公投 还有朱立伦的领导微信 可能有大问题 朱立伦在选党主席的时候 史上最低的党主席 在哪边输得最惨 台中 台中朱立伦还不是 朱立伦是第三名 台中是江启省的大本营 第三名而且只开百分之二十几 心里面他周围的很多人 心里就有点疙瘩了 朱立伦在那边最低 然后再过来 林敏林那天 不是下午三点的时候 突然那个什么 袁宽恒说有重大的讯息 七点要开记者会吗 然后记者不是问了林敏林 林敏一问三不知吗 不知道 他真的是一问三不知 无红尊重 对 他真的是为什么呢 后面的那个 我一个月给你赚这么多钱 你让我不知道 卢秀燕是谁打电话找去的 朱立伦 江启省是谁打电话找的 朱立伦 杨雄一是谁找的 朱立伦 连杨雄一都接到朱立伦的电话了 对 然后再过来 许淑华是因为 本来就跟袁宽恒很熟 他有很关心这场选举 刚好跟袁宽恒打了电话 跟袁宽恒有联络上 所以袁宽恒说你也一起来 所以那主委呢 你不是超盘手吗 然后你就请这些大看来 洗脏得很难看 这就很难看 所以他们会想想 是不是你在秋后算诈 其实这里面的问题是 可以现在对于台中二选区 这件事情来讲 严加他们像北越游击队的实力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但是整个四大公投 整个国民党朱立伦的领导能力 朱立伦对所有下面的一个 处理事情的人力 恐怕是大有问题 所以看得出来 就是朱立伦对 这个林敏林 这个台中市党委 主委是非常的不信任 也不欣赏嘛 所以你看为什么11月1号 当这个颜宽恒跑到台北 跟朱立伦讲话 开会半小时不欢而散 所以那我们不曉得讲 过去这个台中海线 我们台北人说在 其他外线市 我们都过去都不太熟悉 现在为什么全台湾关注的焦点 而且我觉得里面的事情 这是很多是不可思议 我给大家看 这是2013年10月 其实也没多久 8年前陈凤生他说林敏林欠他4千万 结果他竟然雇了这个 你看这个车子摆了这个什么 纸扎人 就到了林敏林家里面去恐吓 你家里面如果摆一个纸扎人 你会觉得很恐怖 就有伤势才摆 伤势嘛 就是说你家会出事 因为我们知道 林敏荣才刚刚去世 2011年 他就开始搞这个东西 等于在诅咒什么 诅咒林敏林嘛 而且大家去看 旁边有两个警察 有没有看到 两个警察在旁边 不早在搜证还干嘛 林敏林是前议长 你竟然敢在那边闹他 而且你看 这么大的海报 贴在林敏林家旁边 你看 前议长林敏林 这边写 欠债不还又脱产 欠债不还脱产 而且要做什么 掏空国库12亿 这样子公开的贴 你看看 林敏林掏空国库12亿 陈梦生还弄一个林车 旁边还写一个 你看白两个白色的灯笼 写个研制 什么意思 诅咒你家死人 就在当地开车到处绕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知道 陈梦生是什么 是前杀戮镇镇长 我后来想起来 我小时候 我们要看到镇长 很难看到 很大的官 除了学校 毕业典礼镇长 来给我们致辞 我们都要树立起 坐在三班十一板凳 就镇长竟然这样 跟兄弟一样 开个这个林车 在闹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林敏林是当过 台中县的前议长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 国中毕业第一名 叫县长奖 第二名叫议长奖 所以他们真的是 杜静解剖兄弟在 对啊 不是 就是刚刚把他讲 好像是90年代 听起来好像都很久以前的事情 可是你发现 这一次就刚刚朱立伦到台中 这些人就在啊 严清表演还在啊 林敏林也还在啊 对啊 就是这些人 现在也还在政坛嘛 那陈孟生看来就是 罕民决裂了嘛 陈孟生家里被 被开了六次枪 然后因为这些 去讨债的事 被提到市民 不知道谁去开枪的 不知道去吃去整枪嘛 然后就是 就是说你听起来就觉得说 这个好荒谬 这个感觉 那应该是过去才会发现 现在应该不会啊 你看这些人 现在就是这个 选季的主张 刚刚讲的啊 就是谁 朱立伦要找谁 严清表要找谁 然后现在是 严宽衡要选 然后所以我就说 台中如果真的 要把这一些 这些听起来就觉得 吃肉的 滴滴滴滴滴的事情 一次的把它切清楚 就这一次中和选区 投给林敬宜 让林敬宜来当选 然后像严家 他可能严宽衡 就你好好做一个生意人 他只要较负责 可以把他父亲的 再一个缓缓 他不应该把他的时间 浪费在重政 他在重政好可惜 他这好好探紧 你们这次对付 这个北越游击战 到底没有信心 我们当然信心不会 因为那个时候 美国空军 没有打赢北越 对啊 因为这些人真的会 最后还要有 那个 绿北报突袭 这一校进去 所以听起来没信心 所以信心 当然我们要努力 可是在这个选区 确实就是不好选 我想林敬宜在这个选区 他大概是我会面临很大的一个考验 可是我们对他有信心 因为林敬宜就是一个医生 一个医生 他的一路来 就是在医院服务 所以可以跟我们刚刚在讨论 三半姐花了一个小时 时间在讨论这些黑帮 这些土地的文化 完全切割 这个才可以台中更干净的一个环境 好 这个很多人也会问 这 严金标时期的事情了 这个儿子栽培出来了 严宽恒蛮会做人的 这个严宽 阿姊阿伯 也嘴真甜 所以说 他基本上 没什么太大的恶感 但是问题是严宽恒 当然现在大家在起 自己的学历等等什么的 那你们说 那你去司法委员会 究竟做什么 但是由于现在 大家都放大进的 检视这一区的关系 我觉得严加压力也很大 现在居然还有一种说法 是说当初那个绑架案 有状况 怎么会有这样说法呢 我们先来看VCR 盯上郑明昆的 是曾经涉及跟读员枪击命案的 林明化犯罪集团 林明化和党羽行进相当大胆 跑路期间持续犯案 最初绑架郑明昆一开口就要一亿 基金斡血外传降为2500万 我现在这里在家里的妈妈都不知道 还有副相机2500万 都没有这些事情 当时周玉寇曾在节目质疑 绑架案自导自演 婴儿哀告 最后眼睛标败诉 如今他在脸书剖文重提 这些往事将再度被检验 除了赎金大砍价 还传出中间人拿500万 到后面的自导自演谣言满天飞 一度让吉日救老友的盐清彪 相当震怒 有2500万境外汇款 甚至也有其他不等的赎金 可能另外有内勤 以他在道上当时的身份跟实力来讲 他们应该得罪不起盐清彪 盐清彪当时他是立委身份 他可能跟对方有什么样的允诺跟保证 所以整个案子在郑明坤获释之后 就突然就无声无息好像没有发生过疑 赎金哪来怎么交付 聊到哪甚至传出一部分会到中国 背后藏进人是谁 至今未知 求证郑南宫自导自演说截稿前没有回应 尽管绑架案最后平安落幕 但相关人三间其扣 也让许多环节留下未解问号 好这个故事算是稍微久一点 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太晓得 发生这集绑架事件之后 现在有人开始怀疑说 你郑南宫的钱都没有透明化 你十几年来你的资产就是两亿多少 两亿多都没有变 其他公民都一直增加起来 你都没有变 这钱走去对的人会质疑 所以才来影射说 那之前郑副董事长的案子 有没有一些蹊跷 这样问的人是不是 很不良心的派见面 应该是说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有没有那时候一亿的赎金 这已经算是天价 那怎么办法降降降降降 一下说变降到三千万 但是实时上到时候好像是两千五百万 所以把郑明坤救出来 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 包含最近新闻都一直在报说 这个事件会不会是标狗 搞不好是自导自演 不然以他们的那种树大招风 不认识你 冬过票也知道你是什么人 不太有可能会去绑架你的副手 那你这样放大 这个一定是自导自演 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那时候好像郑明坤被抓走的时候 那时候都找不到人 求助不到人 最后我们就知道说 跟家属勒索了一亿 那一亿降下来 变成他说他三千万 然后到最后 延金票好像去找了 去找了郑明坤 求他出 就是拜托他出来 从中协调 然后最后好像是郑明坤 飞到菲律宾 从高雄菲律宾 然后去把郑明坤救回来 那但是大家都有在说 好像不见得 真的是郑明坤 真的是会带着现金 去干支 他救回来 不一定 对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其实 这个一切全部都只是 飘国自己制导自演的戏 但是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哥哥 他跟海线他们 其实他们家族 有没有 其实关系都不错 他今天我就特地 我就有问他 我说最近那个新闻 好像都在说这个新闻 当初的事件是 自导自演 那他告诉我 他说这个几率 不是没有可能 可是这个几率低 很低 非常低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很低 因为我这个朋友 他自己本身 他也是兄弟 他有说 他飘国 他飘国的实力 对不对 今天他要创造知名度 要创造英雄事件 要树立一些新闻出来 他不需要用这个 这个自导自演的事件出来 为什么 今天绑走他的 虽然不是绑走他的家人 是绑走他副董事 就是大甲正郎 副董事长 这是他的副作 今天你跟他拔走 说得不错 我们今天 譬如说 我们三四的人 我们去同一个地方 吃饭银酒 朋友去用生命去用打 这样飘国如果在现场 他也等于是给生命 所以这个要讲的就是说 今天绑架他的副首 副董事长 其实等于也是他被洗脸 对不对 等于人也是没给你看到 所以他绝对不会笨到说 用这样的事件 来打自己的嘴巴 今天你说得不好听 你眼前我的腹手 等于你就是给我生命 要我赔看 所以他不太会用这样的事件 然后再者第二 他说了 我这个朋友告诉我说 而且他当时飘国 又去找五名堂 其实五名堂 那时候其实应该 五名堂的辈分是比 元清标高吗 是啊 一定是啊 而且最主要是 最主要是他们中冠性的大哥 好像有分级数 有的是中部以南 对 你的名字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五名堂的 是说南北俄陆 大家都知道五名堂的 五名堂的 五名堂的 好像都是在高雄那边 就是在中部以南 中部以南 最主要是飘国那时候 去找他的时候 你说元清标的级数 他的级数应该 应该就是算海星大哥 就是中部以南的海星大哥 只有海星 应该 但是他的 自从他当了郑南共的董事长以后 他的名声已经大过于以前了 两岸 对 现在已经更大了 应该是非常高了 所以说 我要再补充说 其二不太可能会是 就是自导自演的事情是为什么 因为他今天五名堂已经退休了 已经不顾问江湖事了 他还要去跟他讲 说不然你 希望他从中出来协调这件事情 把正民坤救回来 如果这个事件 如果真的是自导自演 万不可以早六 风声 有的没的 怕你这个事情就传出去 传去五名堂的那 他敢不去给五名堂的生命 你争取的 这事情就你自己在演的 对吗 你自己在演的 你又叫我来给你赌三天 所以这个机会点 不太 应该不至于 而且我一直记得那时候 严静标神情很凝重 然后后来他那个互动 正民坤回来的时候 真是惊魂斧定 又吃豬腳蜜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媒体说 选去选到这里 连这个绑架的人都会去怀疑的时候 我是觉得已经打到很 厮杀很激烈了 我想要请问一下施议员 现在因为台北有时候媒体 台北媒体有时候是隔一层 跟地方就是隔一层的 那打这个事情 在台北的角度就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 这个严家这种派系 还有这个黑金体制 应该是要来予以改变 让国家更进步才对 可是可能当地选区的民众 不一定这样看 那虽然这个网路 网路也网友在这里说的 对吗 严关恒宣布参选是网路好感度 只剩下0.28 这个新闻里面是说什么 国民党全党只有五个人 发文庭严宽衡 声量好感度都输给林静怡 两到五倍 但是我们这个政治新闻 跑比较久的 刚刚东豪讲说 严家是海军陆战队 我们创下说他是北越游击队 就是说网路上 林静怡他有足够的声量 他的学历经历各方面 包括样貌口才都是一等一 都一流的 有没有可能现在媒体打成这样子 电影的不敢说 把我严家打到这个形 也不敢站成这样 会不会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反弹 这中间的微妙 你观察到的几分 我想刚刚来宾都有提到 其实这个有的非常 对严家非常的使忠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对严家非常的讨厌 因为你押这边就死这边 所以这个没有两个都好的 那也其实在我们地方 其实都有耳闻一件事情 他都顾争来 譬如说参老跟百尾的万家 他不关是非对错 就是先押 情义相挺 就是押自己争来的人 所以也一定是有一方 得到你的这个庇护也好 得到你的保护也好 但是另外一方一定是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这个不只是在道上的 这个除以上面 你一定要双方大家都觉得可以接受 所以这件事情来看 尤其是我想网络空降升量等等 我想其实这个也意味着 尤其刚刚他们刚宣布参选 林敏林就辞这件事情 我想这对他来讲 也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你们地方上的说法是 林敏林的请职 真的只是冲着助力轮吗 就是其实大家也知道 这个红派的这个少主 其实就是江启臣 那江启臣跟朱立伦这个党主席的竞选过程当中 这个其实也都有很多的摩擦 所以说其实意味着 所以黑派其实是支持朱立伦的 当然红派是支持 黑派 党主席的时候黑是朱立伦的 对那红派其实就是江启臣 而且台中其实也都靠红派在支撑的整个国民党 所以说我要讲的是说 这简单说 这个大家虽然大家都联合体了 但是问题是实际上有许多的这些界面 怎么整合 其实都有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我特别要提了 其实过去从台中有红黑以来 过去红黑对立到红黑共治 其实这个不管怎么治还是对立 其实这个前前后后都叫利益 这个因为利益而结合 又因为利益而分开 你想有一个议长是红派 一个副议长是 是嘛 所以其实 这个是怎么瞧的 其实这件事情 要有大哥出来瞧嘛 有分量的人出来瞧嘛 基本上他们原来的时候 从第二届开始红黑红黑 就轮流嘛 但是吵了很久 后面就开始有人 你当县长我就当议长 我当议长就当县长 但是后来又一个合并嘛 然后立委选区就重化嘛 所以他们后面是在 卡甲正南宫 妈祖庙前面 互相的交换 这个区域以后是你红派经营 这个区域以后是黑派 那我们过来认大哥 以后我就互相把 条阿咖的电话 联络号码的名册 互相交换 所以就开始红黑共治 所以与其打架 不如大家把地方 地盘分一分就对了 对 所以他们其实 是很复杂的 所以讲回来 就是那一天的请辞 这件事情 我某个方面的解读 我也认为说 其实你红黑 到底还没说好 未来袁宽恒当选 或者是对我红派 或是对于整个国民党 其实大家有不同的盘算 当然对朱立伦来讲 他这个此战一定是想尽办法 一定要这个朱主席 一定要立下战功 所以他底下的 对于回到台中的这个红黑 到底要怎么整合 我想这个警讯就出来了 那当然 我想刚刚这个 世伪兄也有提到 有未留 但是我想 这个是属于了解 政治这个看来的人了解 但是我想大多数 尤其是第二选区的许多的市民朋友 他是为外地拨来 他看的不是你们过去 怎么恩恩怨怨 你跟谁比较好 尤其在那一天的宣布记者会里面 其实我只有一个感受 这要重情重义 是吧 连卢市长 跟他讲话代表 要帮他这个加油的 这个宽宏是我从小看到大的 所以我内心里面 其实整场记者会宣布下来 就是感情而已 难道没有 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很点名 就是大哥要出征了 通通点名过来 站在我旁边当左右扶子 所以这几天 我说各位来宾 其实我这几天内心里面 都有一个疑问 那当时候 严董事长 彪哥 那当时候王金平在当院长 怎么多努力的帮您 在这个所谓的司法这个地方 怎么样去修法 怎么努力 那当时候王金平跟韩国瑜 如果你重情重义 那你不应该要支持王金平吗 怎么会支持韩国瑜 韩国瑜是因为 已经获得国民党的一个提名 那当然党内已经整合完成 没有没有 前段 前段大造势的时候 我也不需要这样 这几天绿营的都讲说 你看到 宽恒那天 这个宣布参与的记者会 然后讲说 好像点兵点价 真不好意思 郭民党现在没劲到没劲 我们重视基层 我们当然要到基层去 然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个补选提名 这一个征参的一个人选 我们没有像民进党 包山包海 然后天子来朝 你就要到台北北京 你就要到台北的走 北京你的天子 就好像以前 好像以前你这个高当时代 你心里到底是哪一个国的国民 国民党在台中直升 你民进党 你民进党就是这样 台北跟我们疼神 台北跟我们疼神 台中 台中的时候空降 然后郝参与 台北跟书秀院 都疼神来 台中的国民党已经被原家绑架了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今天必须要这样讲 参临做冠军 冷静一点 像他有兵的秀典 我相信都很清楚 然后书秀院是国民党 你说国民党在台中没疼 賴斯堡到底该不该道歉 慧敏 你如果要讲賴斯堡的话 我们先呼应大家去了解 这个影片的一个来源 流出来了之后 各方的一个反应 可是 第一时间 我很在意 因为我40岁的时候 为了青春以巴 我有留过长头发 但是我没有去吃过饭 谢谢 但是我必须要这样子讲 对于人生你去看一下 你们的前立委谢欣妮 在她的脸书上面讲 这一段影片 应该是由传播妹流出来的 这个风向 是由谢欣妮的一个脸书 先带出来的 所以賴斯堡是follow 这个谢欣妮的说法就对了 賴斯堡委员 賴斯堡委员 她也有讲 她是看了各方的一个 她是讲饭局妹 饭局妹 那她改口了 第一时间她是讲传播妹 没有 賴斯堡委员 賴斯堡否认了 我今天必须要这样讲 她否认说她讲饭局妹 她是说饭局妹 所以说我能讲 你今天会让大家这样误会的话 第一时间是谢欣妮自己先说出来的 賴斯堡委员 她当然她有来做澄清的一个说明 7月的时候发三倍券 那我请问 同样去年6月15号 为什么我们的一个指考中心 要讲说 学生指考中心 6月15号指考中心讲的 当时要考试的学生都要戴口罩 家长都不能够赔 那就是防疫的工作 没有 我一样的道理 去年是在餐厅内 是没有 你这样做吗 你这样做吗 我觉得民进党不要双标 你真的拗得太过了 你不要只准州官放火 不准百姓点单 你都拗辽 你6月15号你跑 那个时候 好我请问 这是私人场所 还是八大行业的场所 那是餐厅 意大利餐厅 那要不要保持适当的一个距离 要不要保持适当的 我们来看VCR 一起来看一下 阿中部长太红了 现在大家各方到底是 到底是谁把这个VCR留出来的 我们来看VCR 彩绘铁皮屋 门口栅栏阻挡 镜头拉近 其实是间高档餐厅 套餐形式 价位2500到3000元 疫情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喝酒欢唱影片疯传 就是在这 一开口全场都很嗨 陈时中表示 在场短短约半小时 除了邀约有人之外 其他都是初次见面 在场有政威集团董事长郭台强 一旁染髮女子 是前人力银行执行长陈小珍 头还软弱 却在感情路上 找不到出口 陈小珍曾出过唱片 当选温哥华华一小姐 现在在福建 担任招商局副局长 其他女子则是政商关系良好的社交名媛 主要者刘信教授表示 在场人员都是上市贵老板蓝银金主 没有什么好证明清白的 陈时中晚到 唱两首歌意思意思 刘信教授表示这顿饭单纯结败兄弟蛇会聚餐 像刘信教授自己1977年生属蛇 郭台强1953年生也属蛇 现场涵盖学界商界每月聚餐一次 拍影片啦拍照片的人是非常的多啦 但那个场我去大概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 那当然就是大家都基于礼貌 来做一些相关的社交活动 与惠贵宾被一役其底 陈时中不厌其烦澄清 已经迟到 基于礼貌才会唱歌对影 影片传出时间点之巧 不得排除遭有心人事操弄 我觉得中部长最近可能感觉 政治怎么这么恐怖的事 我这个去年 这个大家还没开始进行这个严格的管制的时候 唱个歌 被拍下来的影片放到现在居然还丢出来 其实现在朋友欢聚几乎都不准 都要收手机 现在朋友欢聚手机都要收起来 你都不知道谁什么时候给你拍一段丢出来 还怎么哄龙哄白说的 来负责邀约陈思东人出来了 他是高雄一间大学的流行教授 好地点是台北市一家义士餐厅 他们的兄弟会叫做蛇会 鼠蛇的一起来参加的 在场满多上市归老板 感情不错一个月聚餐一次 还记得去年六月的时候 当时我们一直加铃加铃加铃 阿中部长大家那时候好喜欢他 觉得看到他就很安心 他说那时候声望如日中天 很肯定他 所以人家很想认识他 所以才请他来邀请阿中部长参加 阿中部长他说我不一定能到 因为我很忙 我不一定能到 结果当天晚上他到场前 30分钟联系了这个教授 说他30分钟就到 大家很惊喜 那陈思东部长平一级人没有这样子 但是差不多30分钟就离开了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场合 阿中部长先讲了 有去陪室的场所 我早就死了 那 郭文东主任后的 朱立伦先说人家怎样 结果人在去年6月15号 他欧白眉 他现在也要贏掉 阿文传会主委林涛说 参与者一次在对岸政务机关任职 这是否有涉及政治统战 陈副长要言论说明 好 那这个蔡逸宇你充分的掌握 就整个情资了嘛 这件事你会觉得很不错吗 我那个真的是在于那一天晚上 前天晚上是炸开 后来每个人到处船到处船 所以后来我是有去找说这个影片最早的来源 那后来发现他大概 我觉得我现在找的是我尽我的能力去找的 如果大家可以提出说在台湾 有比这个影片还早公布的时间点 那我就自打脸 我就跟大家道歉嘛 不过以目前这样看起来的话 他就是在这个10号的一个 大概5点的时候 就在微博有一个账号叫做台湾撒事 就是他们耻笑台湾的就对了 对 专门在耻笑台湾的 叫做台湾撒事的这一个账号 它是差不多5点的时候 然后过差不多10几分钟 又有一个微博的一个账号 也就是差不多在下午6点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叫做 乌烟木蝉 乌烟木蝉的这一个账号 又去把这个再拨出来 那接下来可能在台湾的YT 脸书 LINE就开始广传了 那如果以这个时间点来说 微博把这个影片放出来的时间点 很明显是早于台湾任何的平台 所以我就把这个账号再去查 他的过去的一个经历 去查了后就发现说 这个叫做孤烟木蝉的人 他竟然还受到了广东省 给他一个聘书 那这个聘书的内容 是聘他叫做网路文明宣传大使 网路文明宣传大使 然后他有这个聘书 然后我就 我昨天把这件事讲出来 我今天这个顾烟木蝉还跟我对话 调到他了 他今天又跟我对话 去哪里对话 他说在他的微博 他的微博又讲到我 他说今天挖媒 挖媒就讲我们台湾的媒体吧 都在指我吗 我不服气啊 明明是台湾傻事最早发的 对啊 是台湾傻事最早发 一个多一小时就发这个了 台湾傻事五点po 他六点多就po了 他六点多多po 然后他就用了多我的照片 然后这个 所以这个微博的使用人也讲话 也今天又回应了 所以我要强调就是说 那如果这件事情 并不是台湾的 台湾的任何的团体 或者是任何人 去散播这个影片 他最早是从中国微博这边传出来 而且这个是带有中国 官方的一个色彩 等于是中国的一个网军 那中国的网军散发这个 打击沉时中 这让我就会可能跟王毕胜 因为王毕胜打他出事 所以如果你打蛇谁顾扇 你就可以在王毕胜 打他出事 马上打陈时中 事实上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打击整个台湾人 对于指挥中心的一个信任感 那表示中国就是很讨厌 陈时中所领导的这个指挥中心 防疫做得太好 他认为防疫做得好 没有让台湾的整个政局 整个一个民心大乱 对中国是不利的 所以才会去用这样的影片 其实我觉得国民党在 打陈时中也没什么意思 我不是说这件是国民党打的 这个陈时中红 可能潜在的对手太多了 政治又是这么的凶险 我只是在想说陈时中 他做防疫工作 当然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但整体来说 真的是做得还不错 你们国民党在打 要赢什么 要赢你们主理论吗 慧敏我必须要这样讲 在野党 监督执政党 在野党监督执政党 这是天职啊 我相信过去国民党 在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怎么样监督国民党 你要用正常的逻曲去监督 今天我必须要这样讲 这假新闻也要拿来监督 好我想委员讲的 在野党监督执政党 是天职这个对的 可是监督是监督什么 他职务上的行为 他在这个施政 有没有问题 那现在他去那个地方 老实说 有没有违反法律吗 因为很明显那不是在今年 那是在去年 那时候他去那个地方 有没有违反法律 就最简单 那个地方有没有通缉犯 是不违反法律 但是有违超手 他不应该见个人超手 违反超手 民众大家看嘛 超手有什么关系 民众大家可以看嘛 那我们还希望 陈时中部长 你会这样够手整条 够走整团 尽量让这个影片流出来 真的让社会观感 大家人民老百姓来决定 你看这个教授不是直接讲 他直接跟朱立伦讲 有女陪是他要捐你意 对啊 就是说到底 没有女陪是你朱立伦 可不可以道歉 应该问谢心理委员 是谢心理委员先说 那个影片是传播妹流出来 谢心理他现在没有关注 朱立伦现在是党主 这个是不是他带的风向 让大家往那个方看 朱立伦就人家讲什么 他就跟着讲吗 不查证 就是这个谢心理 这个人要负什么责任 朱立伦不查 一档的领袖 要跟着去讲吗 我觉得这很奇怪 到底你说刚才 这个社会说 你这个朱立伦讲的 不是朱立伦首先讲的 是别人先讲 你说别人先讲 朱立伦就跟着要去讲吗 我觉得这也不是这样 不能唱歌喝酒吗 他去唱歌喝酒 我觉得国民党 现在道德标准也太高了 他讲什么 我真的搞不懂 每天回家念佛经就好了 每天清灯伴佛 因为他们的标准 我就觉得 因为他们本来说 那个是什么传播妹 还讲到有声 后来发觉 那个一个女生 是111人力银行的 执行长叫陈小珍 他根本就不是 你们所说的什么 是找这个什么 什么陪酒妹来 他是有正职的 你等于误人 你等于是 好像把人家贬义 后来说原来他不是陪酒妹 他不是什么 就是说陈小珍 后来因为离开了111 去了中国 去中国发展 就说你看陈志忠怎么可以 去中国发展 怀疑他被统战 统战 这也扯太远了 为什么 隔了一年多 才把他放出来 我觉得那个心态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 一定可以找出来是谁 拍的 因为那个角度 现在拍的已经 比较有一个方向 是一个女生拍的 但是女生拍 是不是恶意的 这其实不一定 有时候可能 只是跟人家炫耀说 我跟阿中部长吃饭 拍的话 拍不一定办法 那个行为也不是 但是聊到哪里的时候 流出去之后 这样子在那边 恶意的说 什么时间走 什么什么 那些人我觉得 这比较大问题 因为这个资料 最后是由中国 这边爆出来的 目前可以追踪到 最新的一个讯息 就从中国那边 又丢回台湾 台湾就是讨厌 陈志忠的媒体 开始又整个开始大作 不论如何 这是有计划性的 我们真的是要请 阿中部长 这个人宏状况比较多 请你多保重 给他小力 接下来国际大使 我们要很关注得到的是 美国中国 在礼拜一要会面了 要视讯 你好像他们外面很 美中之间对峙的很严重 但是两个领袖 说谈就谈了很快 要谈些什么 来看VCR 美国参议员来台访问行程 最后一天直奔台积电如何差了 了解相关制程与晶片供应链 台湾的护国神山 攸关美国战略物资最重要一环 中国却再度气到跳脚 美参议员访台 过去两天就有12架攻击倒台 中共更怒斥美方串访 严重威胁台海稳定 今年至今已经有超过700架军机轻扰 不让中国为首欲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重话 中国妄想动物改变台湾现状 美国与盟邦将采取行动 美国多次重申 如果中国威胁台湾安全 不会默示不管 更在拜习会登场前 台湾官员本周先召开全球合作季训练架构 也有消息指出 12月民主峰会可能邀请台湾出席 再加上美方议员访台 进入国防部 拼取台海情绪简报 都被解读 恐怖台美关系 美国近期在结合盟邦 联手至终的策略 先从周边的一些小型活动着手 逐渐的强化 台湾跟周边的国家 或是一些国际活动相关的关系 接下来就可能看军事的 凝确地警告中国大陆 不要企图改变台海的形势 美国结合盟邦为台湾发声挂波警 警告中国不得破坏台海稳定 这个消息来得蛮突然的 这个率先报导是Politico政治新闻网站 说美国总统拜登跟习近平 第一次的线上峰会15号晚上举行 双方两强国的领袖 是借由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成立55周年晚会来拍发贺电 表达彼此为这场峰会确立正面基调的意图 这个新闻报导当中说了 线上峰会是重启双边关系的契机 预料在台湾新疆香港等热点议题上 不会取得重大突破 国陈老师你点观察 现在美中最近刚通过一个 格拉斯哥共同宣言 所以现在气候减排 这个是他们现在最有共识的地方 中国也在讲减排 美国也在讲减排 所以这一块我想最有可能是 先铺陈这个会谈 彼此表示说双方彼此有共识 而且这个对世界也有利 其实美国方面就我的了解 早就已经希望能够跟习近平面对面进行高峰会 但是习近平21个月不出国 这个基于20他也不去 其他联合国他也不去 所以很多地方他都不去 所以美国这边一直能 应该叫做云外交 丹波郎 所以现在来讲这个时讯峰会 这个是美国是无可奈何 不过现在判断就是说 这个首先他们谈的 一定是目前这些已经暂时会有共识的议题 气候减排 但是其他重要的议题 老实说台湾问题新疆问题 现在大概很难达成协议 因为最近美国议员来 中国才在那边跳脚 才在那边骂 难道习近平有可能说 针对这个事情突然说 这个对拜登放软 不会 拜登也不会说我国会议员去 我对你说对不起 我这个我国会议员不该去 他回去没办法面对国会嘛 因为那国会议员是共和党的 所以换句话说呢 因为美国国议员刚来 美国也要护他们的国会 而且国会本来就比总统还大 那中国呢 刚刚讲了这么硬的话 所以台海议题 新疆议题 这些议题 可能这个会谈不了几句 尤其就是视讯的 视讯到时候透过说 这个传输问题 翻译问题 不像面对面 所以应该是就已经有共识的 事务性的议题 先给他谈一下 但是重要议题 其实双方应该本来就在 私底下磋商 是不是大概有个方向 让两个强国的领袖 坐下来 做一些拍板定案的事 我想拍板定案 在视讯的会议 因为没有办法说 会有签署文件 还是这方面的这种举动 是不太可能 所以说能达成什么 非常具体的协议 这个在外交上来讲 很困难很困难 一定是面对面的 才你有办法有签署 协议的这些举动 让媒体来拍照 这种视讯峰会其实就跟以前 美苏热线会谈 用电话 这种概念差不多 只是那时候技术没那么进步 看不到脸 这个就是表示有沟通 有在交流 避免误判 但是呢 达成什么协议 达成什么 很困难很困难 好广告中我们有更多讨论 马上回来 我们来看看美中这两强 终于要进行这个视讯通话了 这个根据Politico的报导 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副部长 谢峰今年7月曾经警告 美中紧张局势 导致双边关系陷入僵局 尽管双方都希望能够用峰会来缓和紧张 但习近平关注的是主权 拜登关注的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那么这么棘手的立场起意 代表双方不会在台湾香港 新疆问题上乱步 顶多重申标准的谈话要点 所以呢 对台湾应该是影响有限 但是呢 这个我国的外交部 北美市副市长陈慧珍也有回应 他说会密切关注 也会持续跟美方来紧密协调 确保美国对台政策不变 以及台美各领域合作 持续稳定深化 创相你怎么观察 其实基本上呢 当然拜登和习近平 一直想要建议一个 正式的一个会台 但是因为习近平呢 根据他们最近所出来的 伟大的习近平的历史决议 他叫做 创新了国际外交的新模式 叫做云端外交 所以习近平就是不出来 不敢出来 已经为他不出国创立新名词就对了 云外交 多伟大的一个新名词 但是这个云外交里面 现在呢 因为全世界也是觉得 这两强 你当然是有斗 但是不要破 所以要沟通也是全世界的期待 所以他们还是要见个面 那见个面 但是你会看到说 整个美国呢 其实也很关注 过去的时候 他们哪有这么关注台湾的感受 所以最近的一些动作 你会看到是 其实拜登这种老外交在 我跟你要谈了 但是呢 一些话题 这东西不适合在网路上谈 所以呢 就谈的是一些比较事务性的事情 台湾不会去出败 所以台湾不用担心 但是台湾不用担心 不够啊 所以布林肯会出来讲说 如果中共犯台 他是接受纽约时报公开讲 中共犯台 美国和盟国一定有所行动 同时亚太助行 肯达又在日本 因为是对我们来讲 最关切的是日本 肯达又在接受 因为许可乐的专访 特别讲说 现在台湾这个东西 就是符合他们的一个中国的状态 破坏现状 如果中国破坏现状 美国一定有动作 所以都讲给我们听的 然后呢 那个军机 那当然我们知道 康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最近签署的 推动台湾的威慑法 而且呢 进到国防部之后 美国国防部立刻出来 说他们的柯林说 这是正常的情况 我们都觉得说 这种人这么很奇怪 这么从断交之后 从来没有进到国防部 他说这是正常的 还特别讲 比如说去欧洲 去日本 他们很多议员也说去 一定不见得一定要跨党派 直接就进去 直接又怎么样 他其实都是在告诉台湾说 不用怕 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个分寸 然后当然另外一个情况 其实软硬坚生是什么 就是拜登在今天的时候 又签署了一个 叫做安全设备法案 安全设备法案 放在他办公室 已经好几天了 他特别签 是禁止中兴华为 这些厂商 卖到美国 或美国的一些技术出去 因为他们会危害世界安全 危害美国安全 所以他是在做一个软硬坚生 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习近平他们为什么 现在在这个时候 习近平可能是因为说 他六中全会终于过了 宣布要称帝的机会 那个诏书拿到了 就是他的第三份历史文件 而这第三份历史文件里面 其实那些内容 我们就不用管它 但是你会最特别的是 我们也要紧张一点 全世界很紧张 因为习近平的野心 真的是很大 这样一个百年的历史文件里面 习近平里面被提到17次 我就特别去数 习近平17次 毛泽东 你是算什么 你才7次 邓小平才5次 江泽民和胡锦涛各一次 所以你看习近平一个人 虽然是有尊重他们 稍微提一下 对 可是习近平一个人 17次 远大于他们的总和14次 所以你就知道说 习近平他的目的 他这里面是 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了 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了 习近平让中国要强起来 他要强要怎么强 所以我们台湾 真的要注意一下 美国也很在乎 所以我会相信是说 这个谈是见面 然后警告 然后拜登在前一段时间 不是想说yes 对台湾有承诺吗 他说他会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告诉习近平 照国际规则走 所以我们要去观察 但是我们不用那么的焦虑和紧张 就是说双方谈总是好事 但是基本上对台湾的这个 权益各方面不会有 美国做了那么多 抚慰我们的动作 你被抚慰够了就对了 我们看出来了 的确就是说 拜登在8月19号 曾经提出说要协防台湾 这是第一次 大家那时候觉得 是拜登口误或者是他年纪大了 是不是有点讲错话 结果我们看到10月21号 他在座接受CNN访问的时候 他又谈到 我们协防台湾是我们的一个 有这个承诺 第二次讲 很多人说 别人都不讲 因为后来我们看到白宫都是说 我们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跟拜登讲法就不一样了 可是这次的 布林肯是他讲说 如果中共对台动武 美国还有他的盟国会采取行动 这个盟国当然很清楚 就是日本 已经表示美国已经很具体了 就是到时候不是美国单打独斗 美国已经做了沙盘的推演 那包含日本 或者甚至澳洲 我们最近看到像 连澳洲的国防部长都说 如果中共对台动武 那美国有什么行动 我们澳洲会配合 那包含英国的 也发表过相类似的声明 所以就表示什么 这个已经是一个大的棋盘了 不是只是我们 还像说 这个嘴巴上说 美国已经把这个 未来如果翻这个情况 各国之间如何合作来保卫台湾 已经放在了 他们在沙盘推演 或他们在想 在这个兵棋推演的一个想定里面了 所以其实还蛮明显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国民党的老师会觉得说 美中只要和好 台湾就会被丢到一边 这就是国民党 国民党为什么老是这个逻辑 他如果不这样讲 他自毁他长城 他自毁他的立场 他一定要这样讲 美国不会来 马英九这么讲 苏奇这么讲 台湾人不要太天真 但是美国现在 不但说我要来 而且不是单打独斗的 是要拉帮结派一起来 就变成说台湾问题 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台湾问题是国际化 中国想要用一个内战的方式 来解决台湾问题 或者说我要打台湾 你们大家不可以出手 就没有正当心 所以我觉得 这个布林肯的讲话 凸显了 当中国他在台湾的问题上 他越明确 他越积极 越派飞机来到台 那也被迫 美国也要更清楚 所以美国也不断的在 越来越清晰化 那这个东西 对我们台湾来讲 但我们民众 就会比较有信心 所以我觉得不只是说 在这个外交上 那你看最近 美国对于我们 包含我们的后备部队的 这个重新恢复 加强教育 教招的时间 这也是美方 他希望我们要 你要人住天住 必须自住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也在改变我们整个 国防战略的做法 所以除了外交层次 当然还有就是军事 实际上的层次 好 就是说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看对岸的一些 网站的话 这个对岸一直觉得 要打台湾了 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但是不论如何 大家不要怕 这个布林肯 其实在美中 线上高峰会的前夕 讲这段话是 很清楚 中国如果出手了 真的打台湾了 美国跟盟国 会采取行动 美国还是保持 他这个模糊的一个状态 他没有说什么行动 也没有说 美国会不会出兵 但是他说 美国跟盟国 最近的就是日本 日本会采取行动 老师怎么看待 第一个 中国打台湾 美国跟盟国 会采取行动 这代表什么 一个隐形的保台的 这种联盟 他已经讲好了 因为他这样讲盟国 那盟国也一定会质问 如果没有先讲好 盟国会质问说 你这样把我拉进来 是什么意思 除非他自认为 我不是美国的盟国 但是他不会 所以第一个代表 他讲这个话 一定是跟周边的国家 其实不止日本 澳洲 甚至东南亚 很多国家 应该都已经得到 美国的讯息 至少已经做到说 不会有哪一个国家 直接跳出来 跟美国抢说 对不起 我不会介入 那就难看了 所以这代表 美国的外交工作 其实在这段时间 已经铺陈到 就是周边国家 对美国这个说法 就已经第一个 得到了共识 第二个 不要让战争发生 在这个军事上来讲 尽量的就是 不会站在中国那边 支持美国 对台湾的保卫的行动 那他说 这个行动到底是什么 他没有说得很清楚 为什么 因为中国如果打台湾 其实需要做的包括 军事的协防 外交的这种声援 经济的可能制裁 很多很多的方面 不是只有一种 也要看中国出什么招 然后美国跟其他国家 在出什么招 你觉得他这样讲 其实对中国是有威吓效果的 我认为对中国来讲 不要轻易忘动 这个十九届六中全会 刚发表这个公报 讲台湾问题就那一段 而且没有什么新的话 还是说我们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 然后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 以及外国势力介入 然后牢牢掌握主动权 就这样基本讲完了 所以也就是说 他其实中国方面也知道 在这个时候 美国的态度 所以在这个长长的 十七届十九届六中全会 公报好几万字 讲到台湾的大概 我没有仔细一个字去数 但是很少很少 意思只有试据 对只有试据本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权和主动权 主导权和主动权 本来很多人认为说 会不会有很多激烈的 新的政策 比如说加强落实反分裂法 还有就是说 统一不能无限期的等下去 意思就是暗示有时间表 然后要不然就是说 对于这些台独分子 要积极于打击 照理说以他的身份地位 要加这几句 谁会阻止 谁敢阻止 随便他高兴怎么加 怎么加 但是没有特别加 代表什么 国际压力 还是对中国有一定的作用 有一个人的反应 这个地方不讲太 有一个人反应就看出来 其实中国是有感受到 美国的决心 那个人就是我们最喜欢 欢迎他讲话的胡锡进 胡锡进在整个 克拉克的行政专机 从菲律宾 克拉克空军基地 飞过来的时候 他特别开了硬打器 然后全世界都看他的状况 胡锡进讲说 这个叫做军机 叫做插边球 然后后面说 但是我们不用担心 绝对不会踩到我们的红线 绝对不会踩到我们的红线 红线就退出去了 但是我们不用担心 绝对不会踩到我们的红线 绝对不会踩到我们的红线 红线就退出去了 胡锡进先前不是讲的是说 你军机来叫什么打台湾的吗 然后先前的时候胡锡进就讲说 统一是不需要时间表的 你先前不是武力统一 一定要时间表的吗 所以其实他们确实是感受到压力 然后刚刚讲的 美国讲的盟国有一件事情 就讲到克拉克空军基地 克拉克空军基地 美军从菲律宾 其实已经撤走很久了 那时候他们说是用 火山爆发 撤走 但是2016年开始回去 是说美军有必要的时候 可以去停 但是为什么这次特别 标出来克拉克空军基地 因为2016年开始 他跑道在扩建 他跑道可以放什么东西 B-52 F-22 所以美国特别从菲律宾那边过来 就告诉你 盟国我有很多准备 我都在做准备了 是苏利文也特别讲 他说美国哪里都不会去 美利坚是印太的常驻大国 在日本在韩国澳洲 都有实质性的长期驻军 哪里都不会去 这个态度蛮明确的 这个新闻我看来还蛮高兴的 因为以前其实台湾的处境常常是中国说了算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 习近平给自己的定位是 他让中国强起来 真的吗 真的强起来了吗 反制中国霸凌 美富助清说 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名称 不是北京说了算 这样子中国有真的强起来了吗 看起来是那个的 我来问一下 对内衣是越来越强 我其实一直观察着习近平的领导 我一直在想说以后到底会怎么定位他 好 这个既然已经要跑马了 我们最后这个新闻还是要哀悼一下 我们的李英元先生 他是有一说是遗障 有一说是鼓腹癌病逝 通通都是癌瓦 他多次抵触政府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 偷渡逃窜被捕 突破黑警战 他比陈进兴逃亡还要久 他在政坛应该没有敌人 好 这个答案 非常地客气勤切的人